美国想要离间中欧,两头占便宜 结果欧盟不给美国面子 白忙活了一场 大家好,我是卢中成 最近呢,欧美市场的表现 证明了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在太阳能领域 中国的产品和技术 已经从重重封锁中突围了 正在成为被美欧争抢的香波波 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啊 还得从最近 美国对中国和欧盟下套的 一系列动作来说起 众所众之啊 今年四月份 耶伦访华之后 就抛出了一个概念 说什么叫产能过剩论 美国的一众高官 从布林肯到耶伦 再到雷蒙多 纷纷大谈特谈 中国新能源领域的产能过剩问题 说中国对全世界 请销新能源产品 一块呢是电动汽车 另一块则是太阳能光伏产品 美国提出这个概念啊 其用心非常险恶 本质上是想把中国塑造成 欧美新能源产业共同的敌人 要拉拢欧盟一起 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 当然了 美国还是非常有心机的 他一边炒作中国的产能过剩 忽悠着欧盟跟进 对中国的新能源产业全面限制 而一边却在和中国谈合作 想要中国的光伏产品和技术 美国他抛出来产能过剩 这个概念不到一个月 就开始拉着中国 在华盛顿开了一个合作 应对气候变化的会 开完了会 拜登就说 虽然美国正计划 对中国的新能源产品加征关税 但是部分太阳能产品有豁免权 美国在这里耍心眼 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想要在中欧两头占便宜 想象一下吧 如果欧盟听了美国的话 选择和中国翻脸 拒绝中国的新能源产品 那么在发达国家中 美国就成为了中国光伏产业最大的 甚至可能是唯一的大客户 到时候呢 美国就能够争取到更低的价格 同时呢 欧盟也会因为拒绝了物美价廉的中国太阳能产品 措施能源转型的重要窗口机 拱手把新能源领导地位让给美国 但是美国的算盘 它打得很精 欧盟却也不傻 人家欧盟从一开始就没有跟进美国 在美国热炒产能过剩概念时候 中欧又开启了元首外交计 互同有无 把美国的小算盘呢 看得是一清二楚 所以欧洲的几个主要国家 尤其是法德两国压根 才就不买美国的账 德国还第一个站出来 高调表示 欧洲欢迎中国的电动汽车 渴望良性竞争 这几天啊 欧盟继续反水着美国 对中国释放出善意 表示还要叫停 针对中国商品的反补贴调查 要抢先一步放开与中国的太阳能合作 至此呢 美国在中欧之间两头通吃的企图 算是彻底破产了 中欧之间已经初步达成了默契 建立了高层沟通渠道 美国再怎么挖空心思 搞小动作也是白搭了 现在中国的太阳能电脂板 是美国想要 欧洲也想要 中国制造的含金量 再次得到了美欧的验证了 好各位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聊